在美国宣布叛逃的缅甸高级外交官爵温说 他对缅甸领导人在可见的将来实现民主变革 不抱希望 爵温是缅甸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二号人物 他在7月4日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的信中说 他推动改革的努力被拒绝 他担心回到缅甸会受到起诉 爵温在信中敦促美国继续对缅甸领导人 和他们在商界盟友实施经济制裁 并且要求国际调查委员会 对缅甸践踏人权的情况进行调查 这位外交官在电话里向美国之音缅甸语祖记者证实 他提出辞职并要求在美国避难